大胡子晚上睡觉时发现屋顶有个绳子 于是,他站起身拉了两下 结果,竟然是一只老鼠 大胡子吓得瞬间倒在了床上 可就在下一秒 无数只老鼠全都冲破天花表了下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可这真的就仅仅是一个梦吗 大胡子是一个守牧人 但他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每天他都会挖开别人的坟墓去搜刮死人的财宝 就在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撬开了一个女人的棺材 幸运的是 这次他从女尸嘴里拔出了一个金牙 正当他开心的时候 金牙却一不小心掉进了棺材里面 可就在他伸手去找金牙的时候 下一秒 他却被什么东西给咬伤 大胡子一看 竟然是一只面部腐烂的老鼠 大胡子一气之下掏出手枪就将老鼠打死 原来,他在外面欠了高利贷 对方告诉他 如果下次再不拿钱出来 就一定会让他去看看西天的风景 可大胡子则表示自己没有做核酸就不去了 让对方再宽限他几天 于是第二天 大胡子就来到了好朋友的殡仪馆 希望能在还没下葬的死人嘴里找点金牙 可看来看去 全都是一口满嘴腐烂的木牙 而这时 大胡子想要去帘子后面看看 可朋友却拦住了他 于是 大胡子趁朋友不注意 直接就冲向了帘子后面 一看 这个死人竟然有满口的金牙 而这时 却有人来了 好的 对方 对方 对方